这 这都是些什么人哪 让他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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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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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下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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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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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巡抚于国柱 拜见于大人 于大人哪 真是 为哪儿啊 于大人上不见你 到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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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这就是 两江总督啊 这可比咱们在 直立上强多了 于大人 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这是你们能来的地方吗 马车不能停在这儿 静阳 好 把文书给人家看看 好 请你让一让 你 来 我们看一看 好 于大人 今后我们就住这儿了啊 好地儿啊 于大人 小人有眼不识太伤 赶紧过来帮着搬东西啊 快快快快快 余大人 余大人 里面请 请 余大人 您觉得这后崖怎么样 还有没有更好的 有是有 不过不在这都府衙门 在江宁城内 还要比这更好的 余大人的意思是 我不问城里 只问都府衙门 回大人话 那确实没有了 这西台子不错呀 没有更好的 那有没有更不好的 什么更不好的 后崖 有没有更不好的后崖 有 就在那边 好 带我们去看看 余大人 这 这后崖是丁司礼 和余国珠二位大人 专门挑选给您的 您要是有什么不满意的 我这一个小小的衙役 我可做不了主啊 不用你做主 你只管带我们去就好了 走 你看看这儿啊 看看这儿 谁说没有更好的 好好好 就这儿了 就这儿了 好什么好 好得不住专条破得住 你们几个 赶紧帮他把东西搬进来 是 是 爸 刚才静阳说啥 静阳你说怎么好 周先生 他说挺好 这还差不多 差得多了 啥 他说啥 我没听见 我去问问他 没听见 我都听清楚了 没听见 事业何须大 花香不再多呀 赫离将军 丁大人 这俞大人连这里都不住 那我们给他准备的接风宴 他还会去吗 俞大人 要我说呀 这接风宴 干脆取消算了 我是怕这俞大人 不会去的 好 正合我意 不去就不去 他不去 我们自己吃 不就一顿饭吗 有什么 哪儿来的这么大的架子 赫离将军 俞大人还真不是白什么架子 他就是这么个人 什么人 我赫离亲自出面 给他接风洗尘 他还要怎么样 连我的面子他都不给 赫离将军 俞成龙这个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一向是游言不尽哪 你看 放着好好的后牙不住 专门要去找那个 破旧的小院去住 不就是想标榜一下 他自己吗 赫离将军 俞成龙一向节俭 不是铺张 这也不是虚的 那又怎么样 两江又不是福建 也不是直立 更不是他那漫天黄土的山系 怎么 难道他俞成龙 还要我们这些人 跟着他一块去吃那些萝卜青菜 不 赫离将军 俞大人此番来到两江 可是奉着皇上的特殊使命啊 特殊使命 不就是说 皇上让他去两江的火号吗 对呀 这个问题明相国在信里 不是告诉我们了吗 灵珠的信不看也罢 什么皇上让俞成龙 来两江去火号 皇上要去两江的火号 为何不跟我讲 也不跟你讲啊 赫离将军哪 皇上那里的心思 恐怕明相国要比我们 揣摩得要细得多呀 俞大人 今天我听了你的 上秦淮河去接他 又到后衙来看他 可他怎么样 一直躲着不见我们 已经给足他俞成龙面子了 俞国柱 你应该清楚 两江领衔的朝廷命官 是我江宁将军 不是总督 周先生 简阳 我和玉林啊 出去看看人 一会儿衙门里要是有人来 别说是我出门的 就说我休息了 不方便打扰 行 你就放心去吧 说假话 我还是会的 对 放心 你揍你的 说假话事 交给靳阳一点问题没有 好 交给靳阳了 我说你周先生啊 什么话从你嘴里说出来 怎么就那么难听啊 你说什么 你说话难听 对 这田太棒了 老爷 我已经打听过了 06示范 这个就是定圣九 前面就是雄先生的腹底 别 请问您找谁 我是于成龙 来拜见熊大人 原来是于大人 熊大人已经等候多时了 于大人 尤其 熊大人 万贝 给于大人请安了 快快免礼 快快免礼 老夫虽然长你十八岁 但是熊大人 老夫早已久仰大名 熊大人 康熙十四年 已是五音殿大学士 兼刑部尚书 官制一品哪 万贝 不敢当 不敢当啊 于大人 请 请 于大人 请坐 请 于大人 听静来信什么都告诉我了 但我想对你说的是 两江的火耗 你去不了 熊大人这么认为 于大人 两江是个什么地方 你知道吗 两江不同于福建 也不同于直立 更不同于胡广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两江有钱 两江富裕 两江比大清朝 任何一个地方 都要富裕很多很多 老夫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 熊大人是说 两江的火耗 比任何地方都严重 对 正是这样 那为什么去不了 于大人 你是做过 吉尚封疆大吏的人 你应该很清楚 但凡富裕的地方 来逐力瓜分的人 趋之若鹜 形形色色 这里可是两江 去火耗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你将要让那些既得利益者们 失去他们原有的利益 这个 老夫明白 现在去火耗 存在着两个致命的问题 一 现行的朝廷俸禄过低 官吏们无法获取忧郁的生活 二 火耗获利的人太多 从县衙到都府 再到朝廷各部 火耗已经成为各级官员 主要的财政收入 所以阻力极大 已经严重阻碍了朝廷 去火耗的进度 还有 于大人 两江不仅是附属之地 还是人才之乡 众状元 入汉林 做大官的人比比皆是 那些官僚和地方大户的关系 盘根错节 社会上 黑帮势力无所不在 官商勾结 衙门腐败 于大人 这就是你来两江之后 将要面临的局面 大人 请 二位大人是 碧人于国柱 是江苏巡抚 这位是两江部政使 兵司礼 丁大人 在下 于大人的西袭柳继阳 见过府台大人 番台大人 不知二位大人深夜来访 有何贵干哪 柳氏也好 我陪府台大人 是专门来看望于大人的 实在是对不住啊 于大人一路安把劳顿 身体不适 你看 已经休息了 不住了 府台大人 那我们 既然于大人已经休息 那我们也就不便打搅 是是是 告辞 二位大人慢走 还有一天 也许你不知道 驻扎两江的江宁将军 和江苏巡抚余国柱 都是明珠的彭塔 他们在两江的势力熏天 尤其是贺礼 是当今皇上的亲外甥 这些情况我都了解 贺礼将军我还认识 但有一个人 你未必了解 什么人 于壳 于壳是什么人 于壳只是他的一个外号 好 此人是两江地盘上的 黑帮老大 但这只是他其中的一个身份 他还有什么身份 他还有一个身份 是贺礼将军实际的大管家 但这个身份 是不对外公开的 这个鱼壳竟有如此神动 此人很少出现 也极少出现在贺礼的身边 但他实际掌握着两江的火耗 在两江 他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同时也是贺礼 于国柱 佛伦 曲九万 明珠等朝廷各大官员的 利益输送者 我明白了 这两江的确是一个非凡之地 于大人 如果你决心去掉两江的火耗 就必须先拿鱼壳开刀 去掉鱼壳 就等于去掉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渠道 但这样做你会很危险 他们会群起而攻之 于国柱可能藏在身后不露面 但是贺礼可能不会 他会跳出来向你发威 于大人 熊某 就是在朝廷上 立主去火号才被革职罢官的 熊大人也是因为立主去火号 而被朝廷革职的 对 于大人 我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 多谢熊大人一息肺腑之言 于大人 日后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来府上找我 好 那老夫就先告辞了 请 好人呐 好人呐 拜见总工大人 起来吧 谢大人 各位大人 本院听说 这几天秦淮河两岸的布殿 不都卖光了 可丝绸却无人问津 各位大人官居两江附属之地 没想到一个比一个节俭 实在是难能可贵呀 江苏巡抚于国柱 拜见总督大人 府台大人好 于大人久负清廉之盛名 近来属里两江 是属两江之心 这几天秦淮河两岸的布殿 不都卖光了 可丝绸却无人问津 各位大人官居两江附属之地 没想到一个比一个节俭 实在是难能可贵呀 江苏巡抚于国柱 拜见总督大人 府台大人好 于大人久负清廉之盛名 近来属里两江 实属两江之幸啊 不敢 不敢 于大人过奖了 本院今日上堂 有一事想请教各位大人 我等初来乍到 一到江宁便从市井街头 听到了一个人的大名 此人外号叫鱼壳 声名如雷贯耳 本院有意想会会此人 不知哪位大人 能为本院引荐一下 于大人 于可这个人虽有些声名 但毕竟是江湖道上之人 衙门里的人 怕是都与他无甚交往 是吗 衙门里真的没有人 跟于可有任何交往 于大人 既然是道听途说 有没有交往 那还真是不好说呀 如此看来啊 真的没有人向本院引荐于可喽 我来引荐 要来引荐 来将于 于大人好啊 见过贺里将军 下官到江宁来 本该到府上去见将军 但没想到 将军先来了 实在是失礼 福建一别 转眼便是数年呐 于大人不必如此客气 是 于大人 不知你为何一来江宁 就提出要见于壳 这么一个无足轻重之人 无足轻重 赫磊相军 下官听说的可并非如此啊 哦 那你听到了什么 下官听说 这于壳可非同一般呢 他是两江大名鼎鼎的 江湖道上的老大 江湖道上的老大 下官的确是这么听说的 于壳 这儿的确是江湖道上的老大 于大人该不是想要去拜 江湖的码头吧 赫磊将军有所不知啊 下官每到一处任职 总喜欢去拜拜各方面的码头 既然如此 既然如此 本将军就明白了 于大人一直带在身边的那个捕头 雷翠婷 好像是于大人在 广西罗城的时候 招纳的一个盗匪 是吗 将军所言不假 我还听说 于大人在湖北黄州的时候 还招纳过一个东山的乱匪头子 可真有此事 有 他叫刘军福 他曾是七皇四十八寨 带头起兵作乱的寨主 后来 被本院招服了 他现在是湖北巡抚衙门 朝廷的五凭命官 好 非常好 既然如此 本将军一定会向于大人引荐于可 如若于大人也能将于可 招服为良人顺民 赫礼一定禀奏皇上 替于大人请功领赏的 那下官就先谢过将军 不知将军何时能为卑职引荐 于可这个人 来无宗去无影 何日能见 还望于大人耐心等待呀 下官一定耐心等待 赫礼将军慢走 走 回来了 静昂 咱们三个人里边 你的腿脚是最好的 周先生是咱们三个里边腿最差的 嘴是最好的 他们一个个穿得比我都破旧 好像他们一个个都比我穷 谁还能比你穷啊 静昂 马上写一封告示 我贴出去 写什么告示 抓捕于可的告示 你要抓捕于可 你现在就要抓于可 对 现在就抓捕 这是不是过意着急了 有人愿意主动为我引荐 这还算急了 谁愿意为你引荐 江宁将军 赫礼 赫礼将军 愿意为我引荐 赫礼将军 你为什么答应于成龙 给他引荐于可呢 你没看出来 于成龙这次定是有备而来 有备而来又怎么样 于成龙刚到两江的第一天 就在公堂之上 耻名道姓地要见于可 这 绝不会是无敌方式 想从于可身上下手的人 不光于成龙一个 于成龙之前的两江总督下 朝廷督察院里的 那帮好事者下 六科的阎官们 也没有一个消停 可他们又能怎么样 可据我观察 好 虞成龙好像已经知道了 虞可的真实身份 这个本来就不是什么秘密 两江各衙门的人 哪个不知道虞可是我的大管家 就算他虞成龙比别人厉害 拿不到证据 他敢把虞可怎么样 赫礼将军 这件事情 我们还是小心点为好 明相国不是在信里提醒过了吗 我们最好还是别往于成龙的枪口上去撞 我往他的枪口上去撞 他不撞到我的枪口上 就算他命大 这就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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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怜哪儿 这就去哪儿 这就去哪儿 看热闹的人可真多 却没有人敢揭把 看来江宁的老百姓 和两江总督衙门的所有官邻 没有一个人不惧怕这个叫虞可的人 虞可在江宁 可是一个有势力的人 他不仅是江宁的一帮 重要的是 他还有另外一重身份 虞可是鹤离将军的大管家 虞可是鹤离将军的大管家 你是指这个身份吗 不是这个还能是什么 咱们进去 成龙今天要拜我为慕宾 你也知道我俩是从小玩儿尿你长大的 这拜慕宾嘛 又是焚香的 敬茶的 还鞠躬的 要是没你陪着我呀 我这心里啊 还真是有点胆怯哪 今天于大人拜你为慕宾 我的确是 不好掺和 我说你这老头儿你 说好的你陪着我的 你这不大年龄 出事凡事 你好意思吗你 我说你是不是 因为我做了于成龙的慕宾 你这个给他做二十年的慕宾 你心里不舒服啊 一定是不舒服 柳靳阳 你还真小看我了 你从一个刀逼小吏 升为慕宾 能替我分担些 我高兴得不得了 但是 于大人单独 你不舒服 我不合适 今天你说什么恩赐啊 你这人怎么 靳阳先生 这不合适吧 靳阳先生 此前你一直跟随我做书吏 替衙门跑跑腿 替我掌管公文杂物 朝朝写写 天表造册 查核不及 这些年啊 真是委屈你了 成龙 你千万别这么说 我没受一点委屈 你越是这样讲 我越觉得对不住你 不不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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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没觉得我受啥委屈啊 你为我于成龙 做了二十几年树立 每个月只有二三辆银子的俸禄 却毫无怨言 你帮着我 从罗城直线一直做到两江总督啊 成龙 你说这干啥呢 我要是图名图立 我就不会一辈子跟着你了 所以 我更应该感谢你 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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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再说这些客套话了 这说得我心里啊 不舒服 好 靳阳先生 这牧兵啊 虽然不是官不是利 不吃黄粮 不证朝廷的俸禄 但是这个牧兵 是牧主请来的息息 失业 是牧主的私人高参 牧主是什么职长 牧兵就管什么 行名 前谷 书吏 挂号 一应证物都可以替牧主掌管 包括三班六房的立员 也是牧兵的重要职长 当然了 酬劳也比书吏要丰厚得多 照你这么说 牧兵就相当于半个两江总督的权力 是啊 牧兵的权力非常之大 权力的确很大 但任何权力都不可滥用 牧主诚心相聘 而且待遇优厚 人家又拿你当朋友 你就不能不讲道义 不讲规矩 不但要敬业 而且要尽心尽力 替牧主着想 不能败坏人家的名声 人家是清官 你要在底下做手脚贪赃枉法 那是违法行为 更是缺德行为 成龙 你听听啊 这周先生说话有意思他 他是想说我柳金阳 做了你于成龙两江总督的牧兵 那就变成贪官污吏了 不会 会吗 靳雅先生 周先生刚才说的话 本应该是我对你讲的 你也不要往别处想 这个牧兵虽然身无一官半职 但是他的地位很高 权力很大 周先生的意思就是想提醒你 地位变了 身份变了 更要自觉地约束自己 我明白了 我柳金阳一定谨记 二位的教诲 一定做个 像周先生一样的 好牧兵 我 是轻лов 你还能不能说 骑表 请 靳阳先生 请 景阳先生 你要愿意做 于成龙于大人的募宾 就请你接受于大人 敬奉的这杯茶 于成龙于大人 能追随你 你 是我刘继阳 一生的心 我猜它就行 你 都没我 我 你 我 我 你 somehow 你 你 明天的月亮真圆 真亮啊 真要感恩上天的眷顾和忽悠 让我们这一家人 能够从广西罗城一直走到了江里 到今天啊 我们还能团团圆圆地聚在一起 这些年啊 大伙跟上我余重龙 吃了不少苦 整天都是萝卜 芹菜 豆腐 从来没有吃过好吃的东西 就连我们小小在外面 都让人叫于芹菜 因为你够抠 想到这些呀 我就觉得我余成龙啊 真不是个东西 真对不住大家 真对不住大家 今天啊 天上的月亮作证 我这精心准备了这一桌席 好好地请大家吃一顿 我敢保证这桌上 没有一块萝卜 没有一叶青菜 好菜好酒 好菜好酒 大家今天尽情地吃 来 好 好 来 不容易不容易啊 好 谢谢大人 谢谢于大人 好 邱先生 周先生 这是什么酒啊 这么香 假乡的好酒 终于吃习了 好酒啊 小小 关宝汁啊 吃吃吃吃 吃 小妹 来 这肉太香了 真好吃 我们大伙儿啊 从广西跟着于大人 到现在都几十年了 虽然吃了不少苦 可是现在啊 这日子越过越好了 都吃上喜了 多吃点 借着今天这个大喜的日子 翠婷也有一件大喜事 要向老爷禀告 什么大喜事 老爷上次给请的 那个郎中出的那个偏番 奏笑了 小妹 你有喜了 是啊 我要做爷爷了 到时候 我再请大伙 好好地再吃一餐喜 好 好的 来来来 多谢 多谢 恭喜啊 谢谢 老爷 今天翠婷就借这碗酒 我 我和小妹 感谢老爷对我们的恩情 恭喜 恭喜恭喜小妹 来 多谢 来 敬柳夫人 还要进这个新的穆宾哪 坐坐坐 坐下吃 我柳激阳啊 我柳激阳啊 跟俞成龙从小玩要你长大 这辈子算玩直了 是啊 当年在罗春县 要不是老爷免了我的死罪 把我带在身边 那我雷翠婷哪有今天 是不是小妹 你看我现在 你看我现在 不仅是老婆孩子这杠头 如今还做了 于成龙两江总督的穆宾 我柳激阳这辈子是圆满了 圆满 可是啊 就苦了周先生了 这想当年 周先生做无品大员的时候 我们还在干什么呢 周先生跟着于大人 从罗成到现在都几十年了 依然是一无所有 无关一身轻 不图名不图利啊 不容易啊 如今 也到了一仰天年的年龄了 故土难离 路也归根 你放心 有我在 成龙这边的事啊 你就放心吧 周先生 如果想家了 就回家看看 随时都可以回家 好好度个晚宴 来 锦阳 你平常说话我感觉 很亲切 但是我今天听你说话 感觉很刺耳 于大人说咱们是一家人 你把我当成一家人了吗 你这个刀逼小丽 刚成为木槟 就想让我这个老木槟回老家去 安度晚年 你想干什么 于大人说得对 木槟当中你是腿脚最好的 你太活跃 你能让我放心吗 能让于大人放心吗 我今天要不是看在柳夫人的面子上 我不给你这个面子 我还告诉你 你说我一无所有 我有的你有吗 你有吗你 你 跟我来 崔婷 我说了都是实话 他不是好歹 去老头 我去 我去 来来来 吃吃吃 上了九道餐 而且 还有六个肉餐 不容易啊 跟老爷在一起 吃了这么多年的饭 今天这是第一次 今后啊 谁要再教老爷于老口 我就跟他挤 来来来 听玲瓶 喝酒 来 成人了 轻点 轻点 我让你轻点 听见了 听见了 你听见什么了 在福建的时候 你摔过我这箱子 当时我跟你急过眼 于大人在场 今天我还要提醒你 给我轻点放 轻点 轻一点放 轻点放 周先生 这装的什么呀 这么沉 打开 听他的 打开 有点孩子 那么受不了 你赶紧 肯定干了 他还要帮你 我这事 你多呢 你多拙你 我这事 你多个小费 我这事 你多拙你 我这事 你多拙你多拙你 这事 你刚才不是说 孤土难离吗 这是你们广西罗城的土 这是四川河州的 这是黄州的 这是福州的 这是直立的土 这一罐子是两江的 玉大人 这是咱们老家 陕西永宁的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周先生 你真是用心良苦啊 zew严 走 你没想到 此分 你不想到 你也不想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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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